今天我们去吃世界名店赵寿司 九州之旅第三天 我们离开了长崎 稍微吃了点东西 然后贴地飞行200公里 从长崎经佐贺到了北九州 来到了今天最主要的行程 赵寿司 远远就能看到这栋楼上面写着赵寿司 然后上二楼 我们预约的是当天五点半的厂 根据日期 在中午会有五厂 以及晚上八点左右会有家厂 吧台一共八个位置 今天晚上是坐满了 而且是没有夜场的 所以接下来就是完全为我们而服务了 寿司台什么筷子餐巾 这些没什么好说的 比较不一样的是 赵寿司还给你配了眼镜布 是用来擦手机的 还给你配了手机架子 桌下面的充电设备也全部给你准备好了 开场的时候 主厨亲自口述了一下他们的规矩 可惜我没录下来只能口述了 他说赵寿司有两个规矩 第一个就是大家都要吃饱 第二个就是吃完之后 手机里面全是他的脸 因为这几天我的父子开车 所以在饭局的时候我都没法喝酒 但这可乐900块钱着实上天 渡边跟我们吹了一下水之后 活跃了一下气氛 就正式进入主题了 先回答一个可能很多人很好奇的问题 就是他是不是每一道菜都会做这个表情 不是的 有一些他是不做的 今天晚上的第一道菜 有产自合格山县 鱼体191公斤的金枪鱼 以及北海道海胆 还有因为它太贵 完全是我的知识盲区的鱼子酱组成的 这个食用金箔我也是第一次吃 第二道打开之后完全以为它是一道纯菜 但仔细看的话又有一点像海藻 经过介绍 这竟然是他们自制的一道素面 下一道是一道组合 上面有海葡萄 豆子 海胆这些 但这些算配料 主要吃的是主张鱼 以及下面的乌贼 还有甜甜的西洋市 下一道出菜之前 渡边向我们展示了一下它的鲍鱼 确实非常的生猛 你们自己感受一下吧 然后他终于向我们秀起了他那把有名的柳刃 超级家伙怼到客人脸上的 估计全国就他一家了 这是一把尺七寸 也就是51厘米韧长的银三全镜面本烧 但他说这把刀只是拍照用 今天晚上应该是不会用来切的 同时也更不会给客人拿来看了 嗯 但是你们看的是我的视频呢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视频最后 鲍鱼分割完之后就上菜了 下面是两块很厚实的鲍鱼肉 然后上面是黑干酱 以及搭配了两大片海胆 就巧了 最近很喜欢吃海胆 然后就开始经常能遇到海胆了 可以看到它常用的两把柳刃 也是有开镜面甚至开全镜面的 然后刀把上面也是大块大块的银 接下来这一道茶碗蒸就厉害了 与其说它是茶碗蒸 不如说是蒸螃蟹不小心掉了一个鸡蛋进去 上面是蟹黄和螃蟹未曾 它上面的枝子 无论是羹还是汁水 都是用螃蟹高汤来做的 里面也是埋着满满的螃蟹肉 用都边的话说就是一整只螃蟹都在这里面了 就真的鸡蛋都几乎没存在感的那种了 吃完茶碗蒸我最爱的乌贼也分割好了 这是乌贼蛋黄拌物 吃起来没有腥味 惹惹糯糯的 是我喜欢的口感 下一道是这个东西 就是太刀鱼 它们是用备肠蛋烤的一个烤物 皮烤得脆脆的 同时肉质非常的软糯 渴了喝完之后我就不敢喝了 于是我就开始喝水了 哦 真的在他家吃饭像看剧场似的 他把这个乌鱼籽拿出来的时候我心中狂喜 然后他这个用法我还是第一次见 见是爆花用 这道菜无可否认 无论是乌鱼籽还是上面那些草 都只能算是一个配角 真正的主角当然就是这个 也就是炙烤过外皮的煎鱼刺身 下一道竟然是一道 他说这个跟罗森的那个 就是罗森的那个小炸鸡块很像 刚开始我也愣了一下 炸鸡块 并不是 这是一块干粉炸的白生鱼 因为是鱼肉 所以吃起来不会很腻 下一道出菜之前 渡边又向我们展示了一下 他的食材 有一些食材比较花时间的 就会把活的食材给你看一下 然后另外会准备好一份吃的 就另外给你盛上来 但这一条大石斑鱼就是现场分割的 在那之前 隔壁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土锅 渡边就是现场把鱼肉分成大块 然后在客人面前直接超熟 然后他拿出了一个完全是知识盲区的东西 作用跟西式的磨刀棒一样 但他是给骗人用的 在下一道菜正在准备 以及之后开吃的同时 渡边就开始准备寿司的食材了 就是用来握寿司的食材 这一段用一把大刘刃来分割 可以说是非常有观赏性了 随后不久 石斑鱼的碗物就上来了 在其他也不知道 叫鱼肉汤 这个汤也是用烤制过的石斑鱼骨头所熬成的 在稍微喝了几口之后 再挤上一些清凝汁 清新感瞬间提升 然后这个汤里面的骨灾 也就是它的鱼肉量也是非常的足 吃起来有种像吃肥猪肉的感觉 但同时它又不腻非常的神奇 下一道出菜之前 又向我们展示了活物 就是它们新鲜的鰻鱼 对了 赵寿司的这个九州店 食用的食材九成是地产地销的九州本地货 接下来这一道菜可就有意思了 是一道赵寿司的独创菜品 叫做鱼肉汉堡 刚开始我还好奇是个啥东西 接到手上一看 哦 原来如此 是两大块鰻鱼加着寿司米 然后用紫菜包起来 吃起来松松软软 接下来这一道也是一个名物 也是赵寿司独创的 应该很多朋友已经见过这个东西了 有些人说这是耐克 但是杜边他自己的原话说 这是推特 嗯 这是推特 然后这是青花鱼加昆布的寿司 赵寿司他们的寿司醋 是找酿造工坊 专门为他们独家酿制的 因为是杜边的特别要求 所以里面是带有一股酒味的 对于喜欢的人来说 这应该是多了一层酒香 但对我来说其实是喜欢不起来的 这是炙烤过的猴黑鱼寿司 猴黑鱼的日语是 然后外面的紫菜是 所以他就说这叫做 无可否认 吃起来太香太软了 下一块寿司是 叫石炉鱼或者鸡鱼 日语也可以写作一左目 但无论外观还是口感 都很像我们的老朋友 鲦鱼啊 然后当然就是 每次吃 肯定会有它 就是金枪鱼寿司了 而且一来就是来两罐 他说第二罐尽量是做成了 像在吃烤肉的感觉 他放下之后 做了一个万岁的姿势 说如果你们吃到了烤肉的味道 就做一个万岁的动作 下一道是一道剑八 也是我个人非常爱的一道了 话说渡边真是适应的好快 他发现我是全场 唯一一个全部是拍视频的人 因为一般你拍完照之后 他是直接把寿司 交到你的手上的 但我的话 他是尽量不交到我手上 这道是一道针鱼寿司 然后因为塞尤里 同时也是一个人名 他给所有人的寿司都编了一个名字 好我的挚爱来了 真的是挚爱来了 我不是一直很喜欢吃乌贼吗 然后最近还喜欢上了海胆 这一口下去 别说有多满足了 接下来这一幕就代表着 寿司环节要结束了 今天晚上并没有车厦的寿司 但还是有使用到这个食材的 就是加进了这个玉子烧里面 然后再来一口味噌汤 食事的环节就结束了 甜点是一份奶香味非常足的香草冰淇淋 结束之前还拿了一份名片 电波信息啊 预约电话之类的 然后还有他的ins的二维码 正如我刚开始说的 那把长刀几乎只做展示 不怎么用 然后也基本不会让客人碰的 但那是别人嘛 我特意留到最后才走 等大家都走了之后 我稍微跟他表示了一下身份 然后他就直接拉着我进去 让徒弟把那把尺七寸的大柳刃 拿出来给我看 除了不锈钢烧不出本烧纹之外 别的真的是非常霸气 然后他还特地向我展示了这一把 他比较喜欢的 加厚加宽的全镜面正夫 他个人貌似很喜欢这把刀 他知道我是做出刀的时候 拉着我又聊了大半个小时 不可否认人是非常热情 最后就是大家都可能比较关心的话题了 这顿饭 餐费加饮料 然后加上消费税是多少钱呢 餐费税钱是三万五亿位 最后结算是四万出头 约两千零八十三人民币 这个是什么东西 谢谢大家